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那个土耳其口有一个原理你发现了吗 我现在晒得一天比一天黑啊 还有同事问我呢 就是你最近是去做美黑了吗 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我最近就是有点拉肚子 还不给灯啊 我们这帮外地人想租个房子太难了 是吧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找几个房产中介 听他们给我们重新定一下什么叫一局史 我跟中介说你给我找个一局 他推门就带我进了个两局 跟我说这原来是一局 我说哥 没这么说话的呀 这原来还是一片草原呢 他带我看过一个最离谱的房子 那个户型名就叫钻石房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这个屋子里边吧 找不到一个直角 却有四个东南角 你走进这个屋子就感觉走进了钻石的内部 你都没办法说他家徒是壁 那么最起码家徒12B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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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卧室是梯形的 卫生间是三角形的 这个房子复杂到 我想知道它的具体面积 得连一条辅助线 好巧啊 那么巧 啥房子能讲得这么多呀 你感觉这个房子是用别的房子那个边角料给你拼出来的 这个房子给你盖的七六八百的 它有四个东南角啊 却都是瑞角 完全魔杖了 这挺好笑的 你把它改成玻璃的 在里边都能看得见彩虹 但是这个房子有个特别大的优点啊 它应该有全世界最安全的卫生间了 它应该有全世界最安全的卫生间了 三角形的嘛 就算地震来了 也打人不了我洗澡的节奏啊 我说它这三角形的都抬举它了 那就是个山龙椎啊 那就是个山龙椎啊 这个好 它墙跟地面都不成一个指角 它给你成一个四十五度 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呢 是我房东阿姨给我把马桶塞在这个脚里边 让你根本站不到它前面啊 你想走进那个空间 得把自己的身体跟它摆成一个同位脚 太新香了 慢慢顺进去 关键这个姿势 你进去了就站不起来了呀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一个墙角堵在了一个墙角 上一个约的分添一个都是金Gra� 谢您在上一个 出面ですか 您们好 我叫Churay 是个程序员 为什么呀 这个有什么工呢 一个有什么工的 我们这的程序员也太多了 不值得这个掌声吗 我觉得我跟掌壕比 我这个职业就太普通了 我这人就更普通 在公司老板都不知道我的名字 他每次叫我都是 那个那个王涛是吧 给我的感觉就是 反正我也想不起你的名字了 那我就吃你一个吧 有一次他把我当王涛骂了半天 我也没纠正他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嘛 王涛在旁边也不敢纠正 他不知道老板是在指路为马 还是在纸上骂怀 哇 这太好了 我不想上班不是因为老板叫不出我的名字 是他这个人抠得有点太伤心病狂了 这个好 我老板真的太抠了那个人 永远把钱省在刀刃上啊 前段时间跟我们说 明年咱这个无线网就不打算续费了 你们想办法去趁隔壁公司WiFi吧 不是咱们公司已经开到着比通光的程度了 那我到隔壁面试去好不好啊 我要是过了呢 就留在那边不回来了 我要是不过 还能把他们WiFi密码给你带回来 那么光在公司省钱我就忍了 还总在后面给你贴乱呢 说自己特别懂技术 我们在前面坑哧坑哧写代码 他在后面熬夜帮你改啊 然后一行代码给你改进去五个bug 我就没见过写bug这么专业的人 你说他懂技术吧 这里边有五个bug 你说他不懂吧 他能改进去五个bug 太牛了 太牛了 稳了 有一天都凌晨两点多 我都准备睡了 被bug报警吵醒了 就在群里问了一嘴 有没有人动我的东西 就果然被我老板改了 他改我的理由也特别离谱 他觉得我手这么没有大血 太丑了 我看是嫌我头发太多了呀 这跟半夜跑到被窝里 薅我头发有什么区别 他对别人代码要求特别阳格 自己写的东西跟名语一样啊 我就试问 哪个正常人会把自己的代码起名叫 are you ok 还有一次老哥给代码起名叫 eats ugly but useful 我点进去去看 确实很ugly 就想看一下他到底有多useful 我就把整段都删掉了 发现毫无变化 我就给他代码改了个名 eats nothing but ugly 最近他又开始梦见什么狼性文化了 开始在公司搞末位淘汰 每个月开除一个表现不好的员工 这哪里是狼性文化啊 这不是狼人杀吗 咱们公司一共就杀人 就别末位淘汰了吧 我自己离职就得了吧 临整之前我老板还假惺惺的跟我说呢 王涛公司离不开你 我就知道我自己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你们好叫邱瑞 可以看得出来 不是属于长得特别好看的那一类的是吧 好看 哇你们情商真高啊 但我真是上大学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是属于长得丑的那一类的 就长得丑这个事你是很难有自我认知的 就只有你长得好看 才有人当面夸你 但是如果你长得丑 都没有人提醒你一下 你就只能靠自己悟啊 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比胡歌长得还帅 就直到有一天啊 我同学指着我 跟一个比智盛还丑的哥们说 哎 你俩长得挺像啊 我才发现这个事不对啊 但是更不对的是 那哥们听完比我还生气 我上高中的时候 对自己长相还挺有自信的 特别喜欢自拍 我在QQ空间里 甚至有一个自拍相册 叫小姐请自重 里边每一张照片都展现了一个 十七色的少年对时尚两个字的误解 我当时觉得 沙马特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东西了 我一米七的个儿 烫个一米九的头 这个发型拍合照的时候 就特别尴尬 以我的身高拍毕业照 只能站在第一排 但是我的头发 就把后边人挡上了嘛 吴老师让我站在最后一排 最后这张照片上就指我这坨头发 飘在前排校长的头上 我那时候真的太爱沙马特了 我把自己QQ名称都改成了 叫障碍胡歌 高中时候大家都特别喜欢装忧郁 是吧 我为了装忧郁真的牺牲太多了 我甚至还买了一本叫柴 叫小纸袋 上课的时候看被我们老师发现了 东北老师教育的方式就讲究一个赶尽杀绝啊 抓到我上课的时候看小时代 就去图书馆给我借了一套郭敬明全集 让我抄一遍 这是我见过最南辕北辙的教育方式了 我要是抄完一整本小时代 整个时代还能有比我更会忧郁的人吗 马上就要考试了 别的同学都在复习 没有力的作用就没有加速度 我在那边默契 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了 我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在讲出来还是一样的丢人呢 我原以为自己做过的蠢事 早晚都会忘掉 但现在科技真的进步了 被你忘掉的事 QO空间都记得 而我的愚蠢都以火星文的形式流传下来了 早晚有一天被我女儿发现 我真没办法想象 如果她翻出我这个造型的大头贴之后 我还怎么样做一个雅丽的父亲 我肯定没办法教育她了 我要是教育她 好好学习 别早恋了 她能马上给我甩出来一张 心里有作坟 仗着未亡人